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娜来到了新学校 校园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惊喜 到教室后 作为新同学的她 凭借着对舞台的热情 主动申请上台表演 但是第一次上台的她 念台词时 却被开始紧张起来 现实往往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 紧张的她在台上念不出台词 而这一切都被一位金发小哥看到了 看到念台词磕磕巴巴的安娜 老师只好让她下台 别让她做好准备再来 下课后 安娜在庭院中休息 看到了不远处的粉色衣服的小哥 因为没有女朋友而被嘲笑 正义感十足的他上前帮忙 而这一切又被那个金发小哥看到了 处于对安娜的好感 金发小哥和安娜搭讪 原来这个小哥叫凯德 因为之前的舞台剧注意到了安娜 聊天结束后 安娜来到了自习室 这时她直播的平台收到了一封私信 是粉丝发来的 她打开链接后看到了一个据说很恐怖的视频 视频中一个年轻人在念台词 随后就出现了诡异的场景 出于对这个视频真实性的好奇和惊人的浏览量的诱惑 安娜决定去找这个剧本 好巧不巧她就真的在图书馆找到了 看剧本入迷的她竟然不知不觉的看到了图书馆闭馆 到家安娜迫不及待的开始直播 但是读完以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次日清晨 快要迟到的安娜来到学校 表演课上安娜再次自告奋勇上台表演 而这次她念的是绞型架中的台词 但是安娜一反常态变得十分自信 卓越的演技使得大家都开始关注起了安娜 下课结束后安娜又碰到了凯德 而这次凯德邀请安娜明天去吃冰淇淋 回到家后安娜打开电脑 看到自己投稿的视频竟然有了超高的人气 但是其中有一条评论问安娜桌子是怎么动的 安娜看到后立刻打开视频 发现桌子的确自己移动了 而这一切并没有下到安娜 并且在当天晚上她开始了第二次录视频 但是在此之前 她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花瓶并开始念台词 她一边念台词一边看着花瓶 但是在她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房子的另一个角有个台灯向她砸了过来 但是看到这一切的她反而更加激动 姐姐在工作时收到了妈妈的来电 她看到了安娜发的那些视频 让姐姐劝劝她不要再做这些东西 姐姐看到后表示会制止她 安娜如约和凯德约会 回家时他们去加油站加油 但是在凯德出去加油的时候 在车上等候的安娜 调整镜子角度的时候 竟然看到了路灯上掉着一具尸体 受到惊心的她连忙扭过头看过去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但随机车窗外 竟有一人在敲窗户 她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女孩子 他们是安娜的粉丝 他们说安娜是被查理选中的人 她还没有说完 就在同伴的催促下离开了 随后凯德把安娜送回了家 安娜看看自己投稿 随着播放量越来越多 支持她的粉丝也越来越多 这时她又收到了粉丝的信 并被邀请加入查理的粉丝团 在这个地址里 她看到了相关的查理挑战的事故视频 并且还有查理相关的报道 中间讲了查理的生平 就在这时电脑的画面上 显示的是此时的她 但是不同的是门外有人走过 她余光看向门口 门自己慢慢的关上了 只留下了一个缝 她打开门 发现周围什么也没有 就在这时 门突然重重的关上了 并把她的手夹住了 手指被撞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 她到客厅里去拿医药箱 突然悬棍的方向 出现了一个拿着脚型架绳索的人 安娜隐约感觉到身后有人 她回头看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地上出现了一排脚印 这脚印一直向屋子深处延伸 她走到了里面的房间 看到了一个人影走到了拐角 她慢慢向里面看去 猛的拐角有人冲了出来 和她迎面撞上 原来是她姐姐 安娜这时再看看地面 却发现地上的脚印不见了 姐姐看到她的伤口 担心地询问她 并告诉她 不要再做类似的视频 却被安娜无视了 画面一转 在凯德的家中 他们在举行派对 安娜也受邀参加 聚会中 凯德邀请她去自制的树上小屋约会 安娜却掏出了脚型架的剧本 表演脚型架 凯德拒绝了并吻了安娜 她放下了剧本和凯德亲吻着 此时安娜的耳边 却听到了有人在念脚型架中的台词 凯德呼吸开始变得急促 就像是被人勒住了脖子一样 她惊恐地看着安娜 安娜倒退了几步 凯德身下的木板突然裂开 而凯德的脖子 不知何时出现的绳索 将凯德紧紧地套住了 凯德悬挂在树上 安娜还没有看清凯德的尸体 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从地上扑了过来 冲向了她 安娜吓得倒下了 当她抬起头 却发现凯德一脸担心地看着她 安娜想起刚才的那一幕 询问凯德 但是凯德却说 刚才快要窒息的是安娜 仿佛那一切就像是安娜缺氧以后产生的幻觉 安娜似乎想到了什么 让凯德赶紧带她回去 家中安娜的姐姐正在缝制衣服 电视上出现的诡异画面 使她感觉到疑惑 手中的针没有停下 直接戳到了手指 她走到客厅去拿医药箱 令人惊恐的是 身后的雕像轻轻地扭了一下头 但姐姐并没有察觉到异样 那个模型慢慢地靠近 这时姐姐似乎也感觉到了 身后有什么东西在动 身后一个模型站在那里 她慢慢走过去 摘下了模型的面具 出现的怪物使她尖叫不已 门外传来了一声巨响 妹妹安娜也进来了 安娜一脸疑惑地看着姐姐 姐姐看了看安娜又看了看模型 原本有模型的地方空无一物 可是姐姐手中还拿着那个怪物的面具 过后安娜在看着电脑上之前 挑战查理的人的视频 那些人无一例外都被绳子勒死了 查理就像是无处不在一样 即使是在上课 安娜的课本也会变成绞行架的剧本 她惊恐地逃出了教室来到卫生间 却发现自己的脖子上 和之前的那些死者一样 脖子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每次课堂表演都变成了绞行架 回到姐姐那里 刚从浴池出来的姐姐 看到地上有一个麻绳 麻绳一直延续到门外 姐姐沿着麻绳走 一直走到了庭院里的树上 姐姐顺着麻绳看上去 上面吊着动物的尸体 安娜回到家中 安慰着受到惊吓的姐姐 但松开怀抱后 安娜手中发现了一本脚型架的剧本 姐姐看到后 想到之前那些恐怖的事情 她指责安娜 认为一切都是她的错 并撕碎了剧本 联想到这一切的安娜 决定停止这一切 在网上搜索停止诅咒的办法 安娜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直播 有个女孩为了阻止诅咒 选择上吊自杀 安娜立刻联系她 告诉她自己也在经历一样的事情 并告诉她可以一起找解除诅咒的办法 女孩刚答应了安娜 身后就出现了查理 安娜尖叫着提醒她 悲剧的是 电脑因为电量不足关闭了 她抢了同学的充电器立刻连上 急忙回到了女孩的直播间后 她惊恐地看到了 女孩脖子上已经套上了麻绳 女孩看向镜头 随后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向了屏幕 安娜吓得不得了 之后的日子好像很平静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但是安娜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 这天是他们的表演试镜 不仅会有同学的观看 还会有知名演员来挑选表现出众的同学 加入演艺圈 表演进行着很快轮到了安娜 但是想到了之前的事情 她有些抗拒 在大家的催促下 她还是上台了 表演结束 大家都对安娜的演技表示惊叹 而看到试镜的名演员 也把安娜单独叫到了一旁 在演员问到安娜表示有没有看过这部剧 就在演员得知台词的出处是小型架实 还十分不屑 认为这一切都是小孩子的把戏 话音刚落 安娜看到了舞台的顶部 向下降落了很多绳索 这些绳索把演员困住掉了起来 安娜很快清醒了 原来演员依旧在和她说话 一切安然无恙 回到家中 姐姐给安娜打来电话 并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她收拾好行李 准备离开这里 就当提起行李准备走的时候 却发现手中空无一物 回过头 行李箱还在床上放着 赶忙再次整理 并关上窗户准备离开 房子就像是被台风袭击了一样 所有的窗户都碎了 姐姐赶忙跑到里面的房间 准备躲藏 就在开门那一刻 所有的模型都整齐地 摆在门后面对着她 房门再也不受控制地 从她手中脱离 狠狠地关上 撞倒了姐姐 并锁住了房间 她看向屋内 一个拿着绳索的人影 投在了帘子上 她鼓起勇气把帘子扯掉 并大声呵斥那个人 但是扯开帘子后 身后什么人都没有 而她扭过头看到 一个套着白色床单的人 站在身后 原本挂在脖子上的软齿 竟开始慢慢地向地上移动 圈住了姐姐的脖子 这时白色床单的人形 冲向她将它裹住 而软齿竟然自动地 勒住了姐姐的脖子 伴随着姐姐最后的通话 安娜和父母来到了姐姐家 准备着姐姐的葬礼 安娜打开电脑 看到了后台有很多人 都在关注着查理挑战的后续 安娜看到这些十分崩溃 这时凯德打来电话问候 她告诉安娜 自己在网上查到了 查理的相关内容 并告诉她 自己找到了 可以解决这件事的人 凯德带着安娜 来到了郊外的一处房子 走进去后才发现 这是一家疗养院 他们装作病人家属 见到那个人后 他们被告知 想要结束一切 就要有人自动献祭 不然这一切不会结束 离开疗养院 准备上车离开 但是凯德被人 从身后蒙住了脑袋 等回过神 两个人都被捆住了 被丢在了荒郊野岭 而不远处 摆放着两个脚型架 他们被两个蒙着面的人 拖到了脚型架上 并告诉他们 两个人必须死一个 凯德英勇的选择 让自己去死 但凯德并没有完全死掉 他看着安娜 奄奄一息 安娜看着眼前 选择为自己牺牲的凯德 哭着说出了 要自我献祭 说吧 脚下的木板被放下 安娜重重的坠落 死在了脚型架上 当大家以为 一切都要结束时 反转居然来了 周围的森林中 出现了很多 同样遮着脸的人 其中一人 帮凯德解开绳子 人群都纷纷解开面罩 这些人竟然是 凯德的父母和同学 他们都在庆祝他的成功 凯德对着 藏在不远处的摄像头 露出笑容 原来他就是从一开始 让凯德参加 查理挑战的那个粉丝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他策划的 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自己 摆脱查理的诅咒 不得不说 自顾深情留不住 总是套路得人心呀 可怜安娜一片深情 到头来 却成了渣男的道具 好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